一个女人爱过多少人,看这三个地方就知道,男人一查就准 在业性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是女人更在意自己深爱的男人 在自己没有到来的时间,生命里有过多女人 男人往往很少提及这些事情,其实男人不说并不代表不在意 在业性交往的过程中,一个女人爱过多少男人,看这三个地方或许一目了然 看她舍不得删的照片 如果女人允许的情况下,想知道她爱过多少人,不妨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她那些舍不得删的照片,尤其是合照 如果那些舍不得删的合照中出现你并不认识的男人 而且女人的解释总是含糊其辞 而且他们之间的合影可能比你和她的合影还要多 那证明这样的女人至少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而有一点很糟糕的是,这个人或许还一直存在于她的心底 是连你都没有办法替代的位置 她是否在意男人的感情史 要知道一个没有怎么经历过恋爱的女人,是最在意自己现任的感情史 在恋爱交往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她会经常有意无意试探关于你前任的故事 很多时候嘴上明明说着不在意,但是心里面比谁都生气 但是相反,如果一个女人不管不问你的感情史 她或许是心大活的大度 但是最有可能还是因为她自己也有过很多前任 所以在这一点上,她没法用自己的准则来要求你 所以很多时候根本就不会提及 或者特意回避有关前任的话题 这些细小的差距,其实里面藏着一个女人不愿意告诉别人的过去 看她身边的朋友如何评论她 俗话说的好,想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办法 就是多和她身边的朋友打交道 感情方面,一个女人是感情史是否丰富 往往可以从她身边朋友的评论中隔之一二 如果一两个人评论她失生活不检点 那这或许是误解,也可能是故意抹黑 但是如果身边朋友评价的结果极其一致 那就不是朋友的问题 而是当事人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 而这样的女人还同于前者 这种女人和你在一起 往往并不是出于爱情 更可能是出于利益 虽然说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我们不应该去计较别人的过去 但是要知道的是,适当地了解一个人的过去 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地去分辨一个人的好坏 以便于及时止损或者更好地爱对方